糖葫芦跟炒红果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行的两半 六 我买糖浆 好烫 哈喽 这是您的可可呀 你们觉得糖醋梨脊是一个北京菜吗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 但是我一四川朋友跟我说他们那里也有 不过没关系 这不影响咱们今天去吃一家梨脊 很出名的北京菜馆 我刚才听见我身后的一家人 也像思心和小馆 赶紧去派对 天呐 真的要排队 真的真的好多人 你好要一个好 三位 谢谢 15株 终于到我们了 走 苏溜木许糖醋里姬 苏伊黄瓜炒红果 我们的锅贴 他想吃那个爆三样 好可爱 他的苏伊黄瓜真的好可爱 这个是最可爱的 炒红果 爆三样来了 糖醋里姬 把这个还给你吧 我要把那个放到跟前 先吃个炒红果 开开胃 糖葫芦跟炒红果有什么区别 这个地方上菜还挺快的 一人俩吃了吧 先 我想不想加这个鸟排吗 鸟 它是断开的 每一个都是断开的 是应该这样的吗 我的评价是 变得行了两半半了 它就是 切的比较薄一点 没什么 多了一点糖 糖有辣椒 还是这个炒红果更好吃 但这个红果应该就是罐头 怎么能一口吃两个的 好吃啊 咱们要不先把这个给吃了吧 每个里面都是有一只虾 然后这里面真的是有爆汁的那种感觉 真的流汁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隔壁桌的叔叔阿姨点了三次盘了 真的很好吃 底下煎的有点味味的椒 这还有辣椒和醋呢 这辣椒闻起来好香 还是有点辣的 但是真的挺香的 辣椒籽的香味 我们的糖醋里姬 这个颜色跟上次我吃的洪福亮的颜色真的完全不一样 它有点发红 看每一个都是这种胖吞吞的 我要加一个蘸汤的活满糖浆 蛋汤好吃 快趁热吃 脆吗 可能刚上来的会儿应该就更脆 我咱来尝一个上面的 它没有那么的脆 跟洪福亮完全是两种口感 洪福亮就是那种嘎嘣脆 特别耐嚼磨牙的那种感觉 味道也是两种 洪福亮就特别甜 这个就是酸甜口的 肉很厚 这个肉是真的磁石 一个大肉条在里面 它太下饭了 我来吃吧 我来吃吧 真的好大愉快 其实上面还有一层的 现在已经被吃下去一层了 这有啥样 猪肝腰花猪肉 酱 这个就是办法 酱香味的那种下饭 但是我觉得它猪肝有一点猪味 有腰花吗 没了 腰花真的就只有刚才那一大坨 让我来尝一尝 这腰花啥味的 腰花味 这腰花好吃 猪肝它会有一点猪的那个味道 我要吃我的四六目区了 这里面有什么 鸡蛋 羊肉 好烫 好烫 是我刚才加了一块很大的羊肉的问题吗 它的羊肉是特别重 我本来以为它是那种鸡蛋的香味会重一些 搞块鸡蛋试试 这我觉得很奇怪一点 是为什么它能把每个动物的食材做的味道这么明昔 但是这个口感我还是挺喜欢的 黏黏糊糊的 它里面好像有一点山药 是马蹄 是鼻气 真的吗 山药有脆的和粉的 但好虾 肠红果好吃 糖醋里脊好吃 锅鸡好吃 米饭姐姐也挺好吃的 我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它加点辣椒就没有那么山了 自己点的菜 自己点的菜 跪着也要吃完 好吃 它就差一点辣椒 纯吃就是那种纯酸甜口 然后再加上羊肉的山味就很上头 加点辣椒会好很多 但是没有掩盖它的羊肉味 种鱼四堆立即只瞎受量 这这拌饭也好吃 整体来说这个味道上 你要是特别想吃锅贴 我觉得还挺推荐的 但你要想吃虾生菜 我更推荐鸿腐量 便宜量大好吃 我吃饱了 山椒吃饱了吧 它那山椒真的好吃的 那种软软糯糯的 来吧最后一碗了 这才要大杂烩好吗 那挺有食欲 搞点辣椒 或者辣椒的米饭 应该会更香 火烧了还是不适合吃北京菜 下回还是去吃酸菜吧 完活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到底有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我们再见咯 拜拜 下期再见咯